记得开启cc字幕体验完整干话 嗨大家好我是三弟 看完影片喜欢再点个赞 别忘记订阅记得开启小铃铛 关于我在无意间被隔壁的天使变成废柴这件事 第九话 黄金周假期的到来周与真周都是不太会出门的 其中一天要在真周的烹饪教室试读 还有约束和犹太唱卡拉OK 假期有一周真周拿出了有求避应卷 让周陪自己一天一起买东西和出去玩 真周还没决定要去的地方周就提了 想要去猫咪咖啡厅 周很早就想去但怕男生进去尴尬 真周答应一起去 之后一起买东西再去游乐园 真周没去过 第一届小真周烹饪教室 千岁决定在周家里举办 两人都穿上围裙真周为了满足周想吃虾的要求 中午的料理会做咸派 沙拉 虾仁浓汤 等待食物周睡着直到香气传出靠近的同时 身体往真周靠近 感受到柔软的触感后 真周表示这样很痒 周醒来近距离面对真周 周其实把脸埋进真周的肩膀附近 周真的很怕千岁在食物恶作剧 如果他有作想要用拳头转一转他的太阳穴 结果是真周对周恶作剧周完全没想到 原来周睡着时有被真周戳戳脸 并看住可爱的睡脸与摸头发 周得之后也摸回去顺便捏捏真周的脸颊 动画这段消失了 周拿真周的脸练习摸猫直接挠他下巴 真周是猫狗兔子的集合周就是狼 狼是十分珍惜交近好的人 真周问了周自己喜欢清纯戏还是成熟戏 周选了清纯戏 清纯戏装扮的真周与帅气的周易 起去猫咪咖啡厅 两人都摸头摸习惯了 只是怕弄慢发型先去摸猫 之后再互相摸对方的头 来到猫咪咖啡厅真周看住走来走去的猫 周去点了一杯拿铁拉花咖啡 周要给真周一个惊喜 真周看住杯里用牛奶泡出的 一只全躯睡觉的猫咪 并用可可粉描绘出表情 周这杯则是做了靠在杯人旁的猫 真周拿出手机拍照后 真周小心翼翼地喝 为了尽量不破坏上面的图案 真周脸上出现了白色的胡子 让周拍了照 真周表示只可以留一张窝 动画则是改成只有点给真周的咖啡 所以喝咖啡就改为一人且真周 没用手机拍照留念 喝完咖啡后 有知名为可可的猫 跳到周的大腿蜷缩 在那把脸贴到周的手让他摸 周用上次摸真周练习的方式摸猫 发现真周羡慕地看住这边 就要真周把手给自己周 把真周的手移到猫旁 猫也给真周摸摸了 也到真周大腿上 两人都和猫相处得不错 部分内容直接跳过 周和思思猫这段保留 离开后就前往购物中心周 被真周牵着手 因为周觉得真周穿白底细条 纹漏肩连身裙配草帽好看 真周就去试穿 可惜发现目前的内衣不方便穿 但买了下来 真周离开自己逛的时间周 还有被两位姐姐搭讪 然后真周来救场 有亲密动作且真周的欧派压往周 动画是真周试穿 同时碰到两位姐姐搭讪 试穿出来真周就直接救场 来到家娃娃及真周 想抓那只像丝丝的猫 经过几次的努力后 终于夹到玩偶 并把玩偶送给周 因为周说过丝丝向自己 周表示自己会珍惜 并拿来装饰房间 就在此时 优太发现了真周 周也被优太认出来 优太真的很厉害 马上就知状况 且说 不会将今天的事告诉别人 经过这次的事件 周还是很自卑 但真周要周要有自信一点 不然我会夸你夸道 你求我停下来的 两人就这样牵着手回家了 两天后唱卡拉 OK时果然事情已经曝光 虽然不是情侣 但关系又超越一般的关系 术与优太两人都要推周和真周 更进一步要周在主动点 回到家后吃晚餐前 发现真周看住手机荧幕看得著迷 原来是智宝子阿姨 传了周小时的照片给真周 周要检查照片不小心推倒真周 然后捏他的脸 真周再次骂周笨蛋了 超可爱的 原来传给真周的照片 是周幼稚园和小学时的照片 也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真周或周的关系 又更进一步了 其实从第一集开始推算 一堆人就大概知道 第一季会到哪了 只是大家都在想 他会不会出第二季 第二季真的未知 只能祈求第二季换家制作公司吧 如果还是P9 那有可能别想看到第二季宣布制作了 黄金周约会不知道再赶三小 第三季的精华被压缩成这样 闭眼当广播剧听算了 下一集应该是会提到周的过去了 然后最重要的人 没意外应该是跟第四卷开头合并 刚好都是在教室 吉乃很可惜 刚好在周被搭讪后真周就场时 高速节奏的感觉 突然想起照片推倒 好像就是周跟真周提起过去的下一篇 是不是被跳过了 还是改动顺序 希望是改动顺序 我觉得那段还算挺重要的 算是了解男主的过往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第三卷问话里的内容 好像没错顺序是没问题的 预计下一集应该就是 周的过去 然后打电话给母亲 三卷尾跟四卷开头两张 应该是可以直接连贯合并 都是提重要的人 这段如果动画演出来感觉很棒 前面真周少数瑟瑟的福利 真周那句再多摸摸 我想想就刺激 看这段感觉做出来真的是相到不行 我老弟都觉得很棒 其实要说的话这几眼的 其实不差算重点打击 毕竟一赶进度的情况下 还有演重点桥段就很好了 我还是很纳闷 为何不要13级13级多一级缓冲不好吗 也可以最后一级都是做运动会事件 而且小说第四级很难跳 要的话就是读书会那边整段卡掉 读书会那里应该可以简单带过 学校的还好 周家的稍微演多点 3D体感下一级应该会冲到4到3周的过去打电话 然后三级尾根4比1的内容很少 几乎可以连贯4二稍微有些互动 然后4三大概就是一梦玩 学校那边画面简略带过解释内容结束 有求必应的熊圈生肖促成出此的约会 拉着衣袖有什么是不可 一起做料理分享成果是倍增乐趣 除了天使捏脸还有出脸颊可爱举动感觉变更亲密 再者摸脸是个友善回礼 惨了真皱快跟灰烈一样吃女话了 话说周 你老婆这么可爱赶快让她生9个吧 来个凤子成婚某名仪表示干谁偷骂我 凤子成婚好像也不错 不过周没那的胆子吧 男主在抚摸天使脸颊时像在摸可爱猫咪一样了 看完这集我很确定天使很适合扮演猫娘了 真皱跟至宝子外出购物买了一套动物睡衣 真皱是粉红色兔子那套睡衣在周生日当晚穿上一起睡 真皱开了第二次绿灯周还是轻轻摸摸完什么也没做 第一次绿灯就是性感薄杀睡衣 然后轻轻摸摸后什么也没发生 把女生推倒了还什么都不做 你真是差劲DS 推倒了女生还记得急踩刹车 我真是甚实 欢迎收看矛盾大对决 完全理解男主推到了还不上的心情 毕竟女主的性格加一开始女主说的话 外加从来没给女生喜欢过的男主 怎么会赶上啊 在想要上的同时脑里只会出现坏的结局 爆炸吧爆炸吧 三弟这边在解说帮你复习一下第八话 新学积分班 周再次与真皱 术千岁还有优太分在同一班 优太友善地和周打招呼 周想起了过去不好的交友回忆做了噩梦 真皱见此情形表示你的头发看起来很好摸 躺真皱大腿的时刻就来了 虽然周本应害休想抵抗真皱表示 难道你对我的大腿不满意吗 周真的无比幸福不过这却是千岁给真皱的建议 真皱第一次让男生躺大腿 周表示自己在学校要和真皱保持距离 不能表现得太亲近 正当闭上双眼时脸颊被真皱捏住 真皱表示道理我都懂 但感情上不允许我什么都不做 真皱想要前进但现实有困难 就这样周在真皱的大腿让他摸着头发睡着 周睡了一小时真皱看住周可爱的睡脸 周醒来后看见真皱看住自己吓了一跳 真皱表示每次都是我被看见丢脸的样子 你也应该松懈才对 周表示还不是你自己松懈的 真皱就捏着周的两边脸颊表示乱说话的是这张嘴吗 周只好乖乖道歉 真皱玩着自己的脸算是给自己的特殊待遇 放学后周顺路去了烫游乐园 因为千岁说真皱好像喜欢某个娃娃 周看真皱最近无精打采打算加娃娃送给他 周因为母亲展现过自己的多才多艺也学了不少技巧 且这里的鸡台比较好加到东西就顺利加到兔子娃娃 受欢迎的优太拿到的情人节巧克力 虽然有吃事面上卖的巧克力 但手工制的却不敢吃 因为有好几次吃到头发还有奇怪的东西 优太很感谢周的袋子 回家后真皱煮了晚餐等自己 真皱好奇看了袋子里面有玩偶是周的战利品 周把兔子和猫鱼狗的玩偶都给了真皱 真皱抱着玩偶又怕被周笑自己幼稚就用头撞周 真皱觉得不好意思从周身上得到这么多 周就让真皱送自己一样东西 周说想吃真皱做的布丁 周顺利吃着真皱做的布丁觉得自己很幸福 真皱也听周对食物的赞美自己很开心 老夫老妻的模式真幸福 周又被真皱说了你这笨蛋便起身收拾碗筷 周抓住真皱的手臂两人四目相对非常害羞 摸了摸真皱的头发后把他赶出厨房 自己就去洗碗顺便让脑袋冷静一下 真皱觉得在学校自己与周的感觉较疏远 希望周对自己能像树还有千岁一样 学校中烹饪课同学意外翻倒料理差点命中真皱 还好周就了真皱超甜的 不满自己与周只是朋友的真皱很可爱窝 无意间就聊的真皱不要不要的周也是很厉害 这件事不努力是不会有结果的真皱只能使用枕头和头敲周这个木头 让周继续从摸头开始向前迈进 消失的剧情 不知该说是消失还是一句其他几波 真皱在学校被告白有男生纠缠不愿放弃抓住真皱的手 周刚好经过帮了真皱解围 回家后听真皱诉苦后周摸着真皱的头发 真皱要周摸自己的手今天被别的男生碰到有点讨厌 真皱觉得被周摸的手很舒服 后续两人就这样互相调侃非常的甜 一直都用只要真皱会动有声音就好 其他都无所谓了 的标准来看待这部作品 结果还是看到生气了 难怪金泉嫌一不敢挂监督 挂个不存在的王丽花 不过这次挺聪明的 还省了A又多演些剧情 我是觉得最后一集的话就钱翠莲傲吧 都省了把运动会演更完整 不会嫌弃的大腿和像小动物般摸头也不错 还可恢复精神享受 不乖的孩子会受与天使捏脸 还有幸福的下意上视觉 两人已是可互相依靠的伴侣 又是那个妻子迎接丈夫回家的温馨场景 害羞的抱娃娃摸头安抚 让人想吃的天使幸福布丁 已发现被天使变成废柴这件事 两对小夫妻在作料的暖心时 意外发生的守护事件 坦率的摸头表扬 有经费画一堆各地插图 出一堆周边 没经费搞好动画本体 屁酒真的强 这间公司就摆明我就随便做一做 反正你们这些白痴盘子还是会买单的态度 话说这绝对不会是罪感的一级 真要做到四卷完 后面绝对比这级还谈 第九话看完 个人推估 预计是这样 当然也有可能直接有章节砍掉 如果是重点演法 应该是这样推估 不过就看后来会不会再次使用 用艾依时间来多演内容了 十二级没意外应该会没奥吧 然后艾依也拿来做最后告白结尾 这次约会的真皱服装挺不错 加上那发型超赞 今天解说就到这边咯 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记得下方点个赞 别忘记订阅3D 开启小铃铛通知 拜拜 考虑到有观众喜欢 有背景音乐 再下部影片会放上